8月15日 《华尔街日报》发表了近万字的调查报道 通过详实的调查 揭示出华为公司的技术人员 在帮助非洲国家乌根达和赞比亚建设监控系统的同时 还提供了隐秘的间谍服务 也就是在政府的要求下 入侵反对派人士的Skype、WhatsApp和Facebook 从而让政府掌握他们的活动计划并进行打压 多名反对派人士因此而被捕 华为公司否认涉及相关事件 不过事实上 这已经不是华为公司首次受到相关的指称 2011年《华尔街日报》曝光 华为在伊朗帮助当地最大的手机运营商安装了系统设备 使得伊朗警方得以根据手机定位追踪和抓捕异议人士 在朝鲜 华为曾经帮助金市政权打造3G无线通讯网络 在服务朝鲜权贵的同时 限制民众拨打国际长途和上网 在厄瓜多尔 华为帮助该国打造了名为 ECU911的监控系统 它的一个隐秘的功能是帮助该国的情报机构 监控时任独裁总统科雷亚的政治对手 而且不只是华为 多家中国科技大厂都有类似之举 比如中芯公司为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政权 打造了祖国卡系统 追踪公民的个人财务 甚至是投票行为 对于所谓的坏公民 可能会剥夺他的出行和就业等权利 而在中国 华为更是官方监控民众的得力工具 根据华为官网的记录 早在1998年 中共公安部打造监控民众的金顿工程后 华为很快地就参与其中 后来 金顿工程升级为更大型的 所谓平安城市综合监控系统 华为仍然是主要的硬件提供商 现在官方正在试图把平安城市监控获得的大数据 和社会信用系统连接 根据公民在政治等方面的综合表现进行评分 左右民众的就学 就业和出行等权利 用高科技手段在中国建立一个监控国家 一个数字极权主义 向全世界输出的一种治理方式 那么现在中国正在成为全球专制政权 高科技极权主义的老大哥 数字科技正在成为极权政府进一步的控制百姓 压制人权的工具 美国出于对华为监控 间谍等安全问题的担忧 已经禁止联邦机构使用华为 中文字幕提供